沖繩縣是日本最西南的縣 屬亞熱帶氣候 全縣由160個度組成 全年氣溫溫暖 溫度一般在14至32度之間 Hello 大家好 我是Chris 我現在就在沖繩 今天就是要找一家移居了過來沖繩 一年多的香港人 最近他們的民宿終於開業了 如果由喇叭市中心過來 是差不多一小時 到了 終於到了 Hello Hello Siris 和Wing 移居到沖繩大約一年半 他們拿到的簽證和其他人不同 可以說是困難重重 Hello 我是Siris Hello 我是Wing 我們是移居到沖繩的香港人 我們是用經營管理簽證的身份過來的 不過我們經營管理簽證的困難也挺多 因為我們一開始申請的時候 其實只是批了主簽 阿Wing 之後我這些家屬簽是沒有批的 以及我女兒也沒有批 所以我們當時都想好過不過 因為我們是2022年的6月份申請 但剛巧是2022年的5月份 他就嚴謹了審查 所以我們等了4個月補交兩次文件 結果得到的消息就是 因為只有一天有簽證 我們沒有簽證 所以當時我們都糾結了很久 究竟能否來好 因為始終我們有個小朋友 他是5歲的 他都挺癡身的 如果真的只有我來了 他們又在香港 那個狀況就很難處理 所以我們想了很久 但最後都是鼓起勇氣 踏出第一步 然後就來了沖繩 然後大概用了七八個月的時間 才再申請家屬簽 結果最後才批了 終於一家人可以在沖繩團聚 我記得當時收到家屬簽證 我們剛巧是在台灣 然後在台灣的時候 我們大叫了出來 因為真的很開心 等了很久 終於可以整家人一起過來 還有我們還有兩隻狗仔在香港 其實那段時間 都很掛念兩隻狗仔 因為始終一路帶不到他們過來 都會有種好像罪咎感 不能留在身邊 幾經辛苦 他們終於拿到一家人的簽證 除了原先的業務之外 他們還最近開拓了新的業務 就是民宿 我們本身是以服裝店這個事業 來做經營管理簽證 現在其實我們除了服裝店之外 另外有一個民宿 剛剛開了大概兩個月左右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件事呢 是因為 只是做服裝店 一來的數量不夠多 因為始終來說 其實賣衣服其實是純粹薄利多銷 變成了工作力也很大 如果想維持在日本生活的話 其實起碼都一定要增加多些收入 所以我們就想在這裡 投資民宿 起碼每個月可能有幾萬元的收入 可能兩三四萬 然後起碼支援一下我們在沖繩的生活開始 這裏我們又開始賣了 差不多六至七個月時間 其實賣的時間也很長 賣了幾個月 對 不過我們真的去看的其實不是很多 因為我們是上網看了很多間 但是其實實際上發覺 真的對的其實不是很多 因為要不就很舊 要不就價錢很貴 然後你要符合自己的目標 然後又要感覺上 嗯 其實都挺對的 覺得自己很喜歡的 所以其實都挺難找的 但幸好最後我們找到一間 我們覺得自己喜歡的 覺得很漂亮的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設施 我覺得我自己會來旅行的時候 我都會想住這一間 所以我們就決定博取這一間了 是的 因為很多 本身說可以做民宿的那些 其實它的格局都很像日本的家 如果是日本人這樣 對他們來說又沒有什麼新鮮感 如果是外國人 相對上 如果酒店形式 又可能會比較吸引人 所以我們最後覺得 這間其實挺好 因為它有Jacuzzi 然後又開BBQ 又有Sona 所以相對上 配套就會多一些 所以就會比較吸引人 是的 而且是 剛才Wing說 不想太像日本家裡的配套 因為很多日本的一戶建 其實都是地下是廳 然後上面是房 但其實以旅行來說 其實這個很不方便 我們以前試過來沖繩旅行的時候 上面是房 結果行李要搬上來 其實很難搞 所以我們特意選 要選一間下面是房 然後上面才是廳 但是相對上來說 即是真的旅行上來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嗯 打擾了 打擾了 早安 早安 Cyris和Wing在香港都有上班 所以小朋友都是交給姐姐照 自己都沒什麼時間跟小朋友相處一下 去到日本之後就沒有姐姐 所有事都要自己做回 每日還要接送上學放學 他們說想睡晚一點都不行 平時都不見她做回 哈哈哈哈 送完小朋友上學之後 他們有時就會去超市補貨放去民宿那裡 而你這間超市買的東西都比較便宜 所以他們經常都會在這裡買菜 未有客人入住民宿的時候 他們還會去看一下 怎樣美化一下民宿 做開補習老師的Cyris 現在所有事都要親力親為 我之前其實都沒想過做民宿 因為本身呢 我是和朋友一起開服裝店 大概做了八至九年左右 所以本身開始來到這裡 都是做回服裝店的 我本身來說 其實就是大人包含社的補習老師 他就好些了 他做回本業 那我呢 基本上就變成了無業人 對 然後就負責幫忙打點 一切家庭祭母和雜務 所以我現在變成總管 什麼都會做的總管 但是民宿的 因為我們之前沒有做過類似相關的經驗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慢慢學 然後慢慢再做 但是這個是挺好的一個經驗 就是好像有很多新的開始 新的想法可以放入這裡 是的 真的很多東西要學 我學得最多的都是轉的 變成維修技工 我也要穿上去 在日本開民宿 原來不是每天都可以營業 會根據不同市的政府 有不同的規定 有很多朋友都要問我們 究竟如果想在日本搞民宿 有什麼事項要注意 民宿其實最主要是分半年 或者一年可以營業 我們現在這個就是營業時間 可以全年 是的 因為它是分不同地區 不同地區其實都不同的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本身 這個位置是屬於欣立 欣立出來說 其實是旅遊勝地 所以變成它真的可以全年都營運 但是好像市區 就是拿霸那些的話 就未必可以全年都營運到 所以如果買之前 就真的一定要問清楚 那個代理 看看它可不可以全年營運 如果不是買回來 結果呢 只可以營運半年的話 其實就真的 都不知道怎麼回款 是的 然後另一個就是 日本這邊其實都很注重安全 那時候我們就要很留意消防條例 好像桑拿一樣 那時候特意提到我們的 就是要剩下份表 給住客 跟他們說 焗桑拿的時候有什麼注意 例如你本身有身體不舒服 心臟病那些 就最好不要用 然後我很記得它 叫我們拿牌的時候 叫我們要貼一張紙在外面 提一些人要穿泳衣 哦 要穿泳衣才可以在外面浸泡 Jacuzzi 還有用桑拿 一怕他們 就這樣拿出去 就不太好看了 至於本身這個淡季和旺季的話 因為沖繩其實旺季上來 其實真的很多人 沖繩來說其實基本上 一到夏天已經是旺季了 大概五六月份開始 相對上多人 去到七八元是最旺 那大家應該都很好奇 究竟我們這家民宿買了多少錢 那我們這一個就是 4950萬日圓 50萬日圓 但因為其實加上很多雜費 其實你預期加多幾十萬日圓 甚至乎加一百萬日圓 就是港幣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的身份 就還未是入籍或者泳住 所以這邊賣屋的話 就是要一次過付 就不能說在香港這樣分歧 沖繩主要的交通工具都是巴士 而鐵路就只會在市區運行 所以去沖繩旅遊的 是很推薦自駕遊 而沖繩養車的費用又是怎樣呢 我們沖繩這裡 其實養車成本都挺便宜的 因為其實一輛車 我們停車場是不用錢的 基本上家裡是有停車位的 而且出到街 其實除了國際通附近 是要給停車場錢之外 大部分基本上你都要有5泊 所以停車場錢又不用給 有費呢日本真的 有費用比水費便宜 因為它每一公升 每一公升才大概 好像150日圓左右 所以其實都挺便宜的 最貴最貴是甚麼呢 最貴反而就是補費 補費其實都貴的 每年來講大概我那部車是1000cc 每年都要大概八萬幾九萬日圓 而且還有汽車稅 每年來講其實都要給的 這裡大概又要三萬五千日圓 整體來說一定是比香港養車便宜很多 大概每個月計算 每個月的支出來講 其實都是大概兩萬幾三萬日圓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來日本的話 我想大家很多時候都可能會開車 如果不是住市區的話 作為家長一定會擔心小朋友的生活 適不適應 在日本學到英文的機會很少 而Cyris和Wing就有這樣的選擇 我喜歡沖繩 我就在日本生活 我們來沖繩的地方 當然除了為自己之外 都有為女兒打算 因為其實可可原本來到的時候 是讀日本的保護院的 但自從搬上來中部之後 我們就幫她轉為國際學校 因為來到這裡生活 就是我和Wing的意願 但是我們又不知道 將來可可會不會想留在日本發展 所以其實我們就想她 將來條路闊一點 自由一點 我們就幫她選一間國際學校 但我們將來想她可以走路闊一點 讓她認識多些不同國家的人 去多些不同國家見識 所以來說 其實我們就 最後都是幫她轉為國際學校 就算她將來不留在日本也好 要去其他地方發展也好 我們也希望她可以過入自己生活 讓她有多些本錢去選擇 將來自己走的路 來到日本之後 其實跟香港生活都幾不同 因為沖繩這個地方 真的相對上比較慢活 比較放鬆的 但沖繩這裡來說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舒服的環境 但我們原本是沒有想過 會移民來日本 即移居來日本 無故我們想起 沖繩這個地方好像很不錯 好像很舒服 所以我們最後就選擇了沖繩 而這個地方實際上來說 真的輕鬆很多 尤其是我在香港的時候 因為很大壓力 所以我走之前那幾年 其實都真的心情很差 但來到之後 我覺得好像解脫了 也都是我覺得是自己的救贖 現在簽證搞定了 我們那兩隻狗隻都接動過來了 這個也是相對上我們想過的生活 也是我們憧憬的生活 那時候又沒有家屬簽 又沒有車牌 然後雞皮索仔又在香港 所以變成那一陣子都挺難捱的 但一旦捱過之後 感覺上好像雨後彩虹 起碼真的迎接了新的一頁 和自己所期望的一頁 這個也很感謝我們家人 始終不是每個家人都會支持自己的子女 離開他們去其他地方 所以都慶幸那時候 家人和自己支持我們 和我們自己決定踏出第一步 所以現在才過了 起碼自己所憧憬的生活 我們都來了沖繩大概一年半左右 差不多 其實現在開始相對上是比較習慣 一開始其實都幾多東西不習慣 因為一來他們很多時候 做文件上的時間是比較長 香港的話可能是幾個小時就已經搞定 但這裡真的每一天只能做到一件事 另外不習慣就是交通方面 因為香港交通是真的很方便 這一邊的交通 因為我們那時候沒有車 所以變相要搭巴士 或者是踩單車 很難去到一些遠一點的地方 或者是巴士 又是很難遷就時間去搭車 野食方面其實都很習慣 因為口味上都很接近 另外就是 因為本身我個人也是比較慢一點 所以沖繩這邊也是慢活一點 所以這一方面 其實一來到就已經很習慣這件事了 跟香港有什麼不同呢 我覺得最大就是 那時候我們兩個都是全時間工作的 而來到這一邊 雖然我們兩個都是全時間工作 但是變相就要多了時間照顧小朋友 因為那時候在香港 我們是有姐姐和四大獎都幫忙照顧 但是呢 講開這一方面 其實都很感謝我們在這邊 可以遇到很多很好的香港人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不空 或者大家不空的時候 就會幫忙接送小朋友 或者是一班小朋友 一組一起玩 大家一起照顧 這樣這一方面 就會可以彌補到 在香港沒有家人照顧這一部分 還是很想多謝 就是來到日本這邊 所遇到的人和事 幸好 雖然都經歷了一些不順的時間 但是很多時候 都是遇到一些很好的日本人 或者是香港人 令到我們 會走得順一點的路 過了上面住的時候 就會遇到一班很好的香港人 有時候大家不開心 或者是有些開心的事 有些什麼活動 大家一起在聚集 又好像有一班新的家人 如果有香港人想來日本 你會有什麼建議給他 首先呢 就是要準備一些錢 對 我覺得這個一定必須 雖然他說500萬的基本 日元 但是其實來到會知道 其實很多集費 有很多不同的立集 那些年金 或者是整文件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集費 這一方面 就會不覺不覺就給他 我覺得起碼有兩年的生活開支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覺得其實學好日文也很重要 如果來之前是有時間 有心去學 其實是相對上會學得好一點的 來到的時候會比較適應 起碼學了五十音 或者是基本的 經常會用的句子 這樣來到的時候 會不會那麼擔心 起碼這些東西都大概知道是為什麼 或者別人說的話 你都聽到明白一點 好了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差不多了 好多謝Cocony的Cyrus 和Wing去接受這個訪問 他們都有YouTube的頻道 我會放在資訊欄 還有他們的IG 我都會放在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留言、LIKE和SHARE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在日本生活很好 但背後付出的努力 就只有自己才知道 當中有成功的 也有失敗的 最重要找到適合自己的地方 在這裡都祝Cyrus和Wing 事事順利 生活愉快 字幕志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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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愉快